在六港倫尾西港旁邊的一處三輪 因為地理的關係有很多恰恰 在旁邊上是來後的市民以外 每到自己就會起運很多來自各地的民眾來這裡恰恰 來到倫尾西港就看到市民準備要去恰恰 市民表示這裡因為地理的關係有很多恰恰 而且很多地方都沒有 這裡就是大土花 因為我家有花 和原土把他下來散掉 沿水下來這裡有困 有困在這裡會生這個東西 這個沿海幾乎差不多對 鳳京鳳灣那邊怪 到北京朝到通宵那邊而已 到那裡才有而已 其他都沒有 在那里面以外 獨到咖哩的時候也會起運很多民眾來這裡恰恰 有本的也有蝴蝦那邊來恰恰 也有台中那邊來恰恰 嗯嗯嗯 嗯嗯 嗯 嗯 那蓬勢怎麼會做啊 像今天差不多五、六十歲了 因為在西平你看不到 那這個你都爆了 這恰恰米米的口感是受到很多人的感應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是恰恰最肥的時間 但是吹百風之後恰恰就會變散了 他這段最肥 恰恰到北風下去 北風如果差不多一個月恰恰就散了 恰恰就散了 如果煮湯 那炒的不太炒 煮湯下去 湯就散了 那肥 煮湯就散了 那肥 煮湯就散了 雖然很多民眾 家裡在家裡來恰恰恰體驗 但是也是需要注意安全 以免發生意外 新中華新聞創榮謙 六甲 彩虹報道